年轻的象征 Power of Dream的信仰 今天我们要看的新车 就是2024小改款 Honda City Hashback 小改款的Honda City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是在去年正式 Facelift了吗 那今天 现在是2024年5月 这两 Hashback版的 City 也正式 小改款了 我觉得两者之间 其实 共同性蛮大的 因为不管是 整个车型的构成 价格到配置方面 两个小改款可以几乎都是说 没有太大差异啦 第一就是车型的分配嘛 从最入门版的这个 S版 到最高配的EHF版 总共5个车型跟City 是完全相同的 售价的部分呢从最入门的86千起到最高配的113千起 价钱布局也差不多 我的想法是说 哇 现在你看 B Segment的这个 Honda City 最高配都要卖到113千了耶 所以 所以价格方面 你就会想说 到底我要选择 这个日系的信仰 Honda City的信仰 Power of Dream的信仰 还是 我们已经观察到有不少的消费者都已经改选择说 可能 去到1.5Turbo的Proton S70的啊 甚至电动车 像是 海豚啊 好猫啊 这些新能源车型 就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 可以留言给我们参考看看 那 小改款的这次的Honda City Hatchback 到底小改款改变了什么 其实它这次的成绩也跟之前我们讲过的Honda City 小改款是一样的 第一它在整个 车头造型上做了小升级 第一点最明显的我觉得是 尤其是RS版 就多了这种运动化的 布局的升级 就像是你看到这个RS版的前面 这一片东西 够运动化吗 然后有点碳纤维格纹 它是plastic的 只是加上了碳纤维格纹而已 不是真的碳纤维 其他呢整体设计 还是差不多的 就是 但是这个样子还在啦 就做了一点 小装饰 小提升 第二点升级的呢 就是它的 A-DAS 进阶式安全配备 Honda City Hatchback 现在说嘛 A-DAS现在是全车系标配了 不管你从最入门的 S版 到最高配的 RSE F版 全部都有完整的A-DAS功能 所以很明显 之前我们记得 还有70多千的Honda City 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最入门都要从八十多千起 八十几千啊 从八十六千起哦 就 不得不否认说 这个A-DAS的功能 价钱一定会上去 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说 你要这个电子手刹车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就是以前我们是Handbrake 他现在是电子手刹车 只有113千的E-HAVE才有哦 如果你拿的是101千的 汽油版RS 是没有电子手刹车的哦 那个东西 要 最高配 油电板才有 OK 那 第二件事 就是 他都有ACC跟车嘛现在 但是如果你要low speed的话 低速跟车 其实这个最重要嘛 因为你在市区塞车停停走走你不想自己就是 点着油点刹车点着油点刹车 你就会想说用ACC跟车给他慢慢跟嘛 这个 也是要最高配的E-HAVE版才有 113千才有 如果你拿的是汽油版的RS 101千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哦 他大概时速30以下就会把ACC跟车cut掉了 所以你就要去 衡量说 他 跟竞争对手 你要怎么去选择 尤其 我觉得 我原本就没有很在意这些 价钱配置选项方面 可是我有朋友就是 这个族群的消费者 他就买了对手的车型 关掉为什么 因为 比较说 因为 在入门版车型 90千 80千 90千 100千 这样的一个 规格里面 大家真的是很考量 SPEC 就是 这个SPEC多一点 那个SPEC少一点 大家可能就会考虑说 那个SPEC多一点 我要选择那个SPEC 这是一个我们听到的答案啊 大家的想法 也欢迎给我们知道一下 轮圈的配置也有不同 如果是入门版 15寸 银色的轮圈 高配版两个RS才有 16寸 黑色的轮圈搭配 动力规格 也是有分两组哦 为什么 因为有 纯汽油版1.5 I-VTEC 以及高配版的 E-HAVE 油电版 如果是汽油版的车型搭载的是1.5公升的直列四缸 智能经济汽油引擎 输出的马力121匹扭力峰值 是145牛顿米 搭配的是 CVT的变速箱 那我身边这辆呢是一个 E-HAVE的车型 啊没有写sorry 但是 蓝标 就表示 他是油电的车型 他的汽油引擎输出马力98匹 汽油扭力是127牛顿米 那如果是电动马达的话呢 因为他是 他在很多 中低速的时候 引擎 是负责发电的 都交给电动马达来处理 所以他电动马达动力 就出色很多 电动马达 马力有109匹 扭力高达 253牛顿米的扭力峰值 搭配的变速箱是 ECVT的变速箱 我觉得现在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 以前大家都会想说小改款之前大家都会想说我想买RS版的造型 但是一定要买到110多千 然后 一定要油电吗因为 以前我们会担心说 我汽油引擎 是一个我要照顾的东西 然后我又要去照顾多一个电池 就是我要嘛二选一 要嘛我就照顾一个 就是要嘛汽油 要嘛电池 电动车嘛 那现在 我油电车 我又要照顾引擎 又要照顾电池 这就是 一些朋友会比较顾虑的事情 但是现在好处是什么 汽油版 也有RS版 有帅气的造型 有单纯的汽油引擎 以及 CVT的变速箱 这是 要选项 造型的部分仍就是这个City的面孔 主要的重点 主要的重点 就是在 车位 因为Hatchback 年轻嘛 信仰嘛 是不是 City Hatchback 最大的信仰就是这个车位 我第一次看到车位 我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 Audi A1 你如果去找Audi A1的照片 你不用找 我帮你找 就是这样子的造型 有没有 哎真的很帅 我真的觉得说这个 这个造型 就 它完全符合 Honda要的年轻 以及 Power of dream 然后再来 RS版的特色是什么 你看现在 后面这边中间 改了这个 非常非常 帅气的装饰 他的 他第一个我要 我一定要吐槽的点 是什么 你看你花了113千 你拿到什么 你拿到这样的 exhaust 就 我的想法啦 就是 你简单做个漂亮的 finishing上去给他 好不好 可以吗 是不是 对但是好处是什么 中间这个真的很帅 然后我跟你讲 很多车主一定会去改的是什么 就是F1的刹车端 这个洞 一定开一个洞 然后 放一粒超亮的LED进去 然后你接下来就会看到那些车主 一踏brake 那边就在闪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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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你的狗眼 OK 这个是 Honda车主 蛮多都会做的事情 我看太 之前的 Jazz真的太多太多亮了 不过 回来说 这个车尾 真的 非常好看 OK 蓝色的标志 表示它是ehaft 油电的车型 然后打开 尾箱 大 真的是大 当然没有电动的啦 是油压顶杆而已 然后非常大空间 就是Honda引以为傲的 汽车哲学 就是 我可以车子较小 但是我空间很大 你的空间要够大 你才可以在云顶的油站 准备一面 下面 还有空间 它没有备胎 但是它还有 额外的空间 油汽油版应该是有备胎 但是 油电板就没备胎了 然后你如果再把这个 椅子放倒 哇 看 你要煮火锅都没有问题呀 是不是 真的超大的 这样 我看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一种 哇 砰 怎么可以搭成这样 好我们坐上 City Hatchback的后座 为什么后车厢可以怎么变态 很简单 就是所谓的 我们有句话叫做Ultra Seed 你看啊 它的后座 座椅 它在椅背躺下的时候 会把座垫往前往下推 所以变成你后座可以做到前躺平 一辆B Segment的Hatchback车 可以做到后车厢全躺平 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这是 Honda丢成本 而且非常用心 做出的成绩来的 这是这是认真的 这是真的很厉害 你看 哇塞 看到就震惊了 然后后座的部分呢 现在这个 RS 油电板 全部都是皮革座椅 搭配红 黑色的座椅 皮革质感一般啦 是稍微偏软的 但是我宁愿它偏软也不要像 之前的Civit跟那个Accord这样子坐了屁股痛痛啦 OK 这个后座是OK的 整个 包 乘坐感OK 包覆感也OK 后座有冷气出风口 地板隆起也只有一点点 有pocket 旁边全部是硬直塑料 全部 然后 靠手有一点点的皮革 OK 座上 它的驾驶舱 其实讲真的 我觉得 Honda在驾驶舱的设计方面真的有明显的进步了 整个设计的语言跟材质的铺层都有去提升 一点 一点 点啦一点点啦 B segment的车我们真的不能要求太多 即使它今天已经卖到113千我们仍就不能对它要求太多 它还是B segmentOK 因为你东西是共用的嘛是不是 上面 全部都是硬直塑料这是肯定的 唯一加了皮革的就是在这边 这一片 然后加红色的车风线 有啦有稍微 把它的 氛围 提升上来一点点 冷气出风口的这个设计 相当明显 然后power of dream的 大车按钮 是 引引发红光啊 这个是它厉害的地方 冷气旋钮据说现在 调热 可以看到吗 来你调热调冷 我调冷 它的LED会泛蓝光 我转 温度拉上来 它的LED会发红光啊 你看这个 这个东西哈 Mercedes-benz开始做了之后 中国车厂就全部跟着做 然后现在Honda也跟上了 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 真的很好看 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mechanism 这个这个巧思 我觉得 用的很对 再来第二件事 这颗荧幕现在高配版的 City Hatchback 都是更高清 然后功能更强大的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RS版都有 Wireless的Android Auto Wireless的Apple CarPlay 驾驶仪表如果RS版 有 这个 半数位显示 如果其他的版本 还是传统指针 按键 驾驶盘三幅式 上面的按键非常丰富 因为他有 这个sensing功能嘛 然后东西都蛮齐全的 不过sensing功能还是有缺两个东西了 就蛮遗憾的 一 盲点警示依旧不给你 盲点警示我没有记错的 全Honda车型都没有 我印象中了 有有记错大家可以纠正我 第二360环境显示也是 很多车型要选配升级 今天他就给你一个land watch 所以 嗯 配置就这样子 皮革驾驶盘 稍微手感有点硬 嗯后面有换挡波片哦 赞 下面收纳格很多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 因为他的对手 相对来说收纳格就不够多 就 用了比较不爽 两颗USB 所以前面是USB 后面是Type-C 这个gear knob 然后电子手刹车 自动驻车 又是收纳格 然后有靠手 有靠手 再加上一个 哦 车钥匙 啊这辆车 中高配开始 都有remote start的功能 就是你从远远吃饱饭 你的车在晒太阳 你已经start他开冷气 这个是 蛮多车主蛮喜欢的功能啦 对啊 这就是小改款的 Honda City Hatchback 真的现在现在我觉得马来西亚的 尤其是 中 端 就是100千上下 的 产品啊竞争 非常非常激烈 我们不止有本地品牌 不止有 Sedan 甚至 Crossover SUV 也开始 价钱压下来 打这个市场 那你的选择 会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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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